从重庆回来这一周感觉过得特别快 每天也是亲友们安排的健行宴招待我们 在这个酷热的夏天 太郎居然慢慢开始接受了豆汁 马上入福了 豆汁还真是去处不错的一个选择 还行吧 你妈点的都是一个你爱吃的 一个是北京色色 然后这是我爱吃的 之前有朋友问我什么时候回加拿大 这次我们真的要出发了 出发的前一天 我们一家屋口在外边也是小撮了一顿 记得上一次大包小包的出行 还是在2021年的夏天 那一次是从多伦多回北京 那可是一次今生难忘的经历 隔离了21天 一转眼两年过去了 这个夏天似乎一切都恢复了常态 我们将第二次开启北美之旅 我们俩比起第一次北漂经历来说 还是成熟了很多 所以很期待新一阶段的学习和生活 走喽 看看 提前两个时来的 就得还到最后边去了 好在带这个孩子 然后还能带这个紧急的柜台来办理 确实时间有点紧了 你看我这一头大汗 哎呦太赶了 没想到早上这么多人 好久没坐小火车了 上一次来国际出发口 还是在三年前了 但是这一次的流程 基本上还算是轻车熟路 太郎比起三年前成长了不少 现在已经可以帮我分担很多事情了 在他和同学交谈之间 我突然感到他已经不再是个孩子 居然遇到同学 这一次出发的感受很奇怪 没有之前的急切 也没有太多的伤感 想念的只有家人 对于这座城市 我已经变得很淡定 还有就是身边的同学和朋友 也都陆续启程 其中多数人还可以在加拿大和北美再见 使得这次的出行 变得更像是去付老友的一次聚会 我们这次的行程和三年前一样 还是从北京出发 在东京四个半小时的转机后 直接前往多伦多 不同的是 这次直飞的航司 从全日空换成了国航和家航 因为这样的组合 从时间到价格方面都是最实惠的 相同的是票价和三年前一样 还是6500个人民币 我觉得在当下一票难求 且物价上涨的年代 这个性价比还算挺高的 说到机票 现在出国机票的价格 还是可以找到经济实惠性的 只是很多朋友习惯了以往的渠道 多问问身边有经验的人 一定会找到更合适的价格 说实话 在以前更多航线选择的年代 我们很少有国际转机的机会 算上三年前 这是我们俩俩第二次国际中转 好在是同一个机场 凭着我们两个人对当年的记忆 还是很顺利的完成了转机 接下来就是我们逛和吃的时间 哪里什么 咱们是不是得靠左行驶啊 下边这三个半小时 是太郎觅食的时间 这看着不错啊 太郎在这点时间里 吃了一份爬猪饭还不够 又去另一间店 吃了一碗乌冬面和寿司 这回可算是吃到正宗的日餐了 很满足 让我很满足的是 在日本的机场里设有吸烟室 让我们这些烟室 有了一个放松休息的机会 你有没有辣东西啊 这边现在吃饭还很方便呢 支付宝微信都可以付款 我记得上司 咱们好像也在类似于 这样的地方 吃了饭 好像是这家吧 看着像啊 然后前面应该有吸烟室 我没记错的话 搂搂去 你看看 说了说了就到了 这么大个吸烟室 你不能进啊 在日本机场 还是让我们养足了精神 毕竟接下来将是 将近12小时的长途飞行 在进入加拿大境内之后 我看到了我们的第二故乡 萨斯卡通 这是加拿大中西部的草原省 以后一定有机会 给大家好好建设一下 坐在我旁边座位的叔叔 一路一直在学习 我一看 原来他在学习加拿大交规 准备到了加拿大 考驾照 开车 这真是活到老 学到老 而且勇于尝试和挑战 值得很多中年朋友学习 毕竟我们可比这位叔叔年轻多了 飞机即将着陆的时候 我看到了一幅熟悉的画面 最近一段时间 由于罕见的山火 导致整个北美的东海岸 也都笼罩在一片烟雾尘埃之中 能见度非常低 使得标志性的CN Tower 也变得朦胧了 下飞机后的亲眼所见 让我感受到自己真的回来了 一路上我一直在想象着 回到多伦多会是什么样的感受 我以为两年后再次回来会感到陌生 但是当我走出机舱踏上廊桥的瞬间 让我感到一切还是那么的熟悉 很奇怪的是 有一种当初回到北京时的感觉 一二三四五 我身后六 走你 前面我也提到 很多身边的同学和朋友都来到了北美 让我有一种付老友聚会的感觉 正是因为有朋友提前来打了前站 我们这次才得以有落脚的地方 大人可以聊天续旧 孩子们可以聚在一起学习玩耍 其实我们这个年龄段出来的人 只有一个想法 就是想给孩子一个多元化的空间 更好地发掘他们的潜质 好了 这期视频也是我的家乡系列的最后一集 接下来的一年里 我将为大家分享我和太郎在加拿大的生活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是太郎频道 慢节奏的第二故乡系列 走 其实咱就聊到这 不是知道 咱们下回再聊 这个真是不错 这是卖头场啊 对 进去我们的 Wayward 4, 2km 有时报馆 传媒 恕乐 下次有可能的 你们会想想想ого他 我们会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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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